大家好,我們這次的題目是 杜絕煙太,難民殼聚糖,吸手除煙太 香煙對人體的破壞是人人解釋 不只對於吸煙者本身,在周圍的人也會受到陰險 於是我們利用殼聚糖和難民吸附的性質 將殼聚糖釋成全不容易可憐在口罩及綠嘴上 使我們不被這個香煙裡的有害物質侵犯 以下是我們的實驗 1.配置殼聚糖 我們配置氫氧化鈉容易,再加入甲殼素 以加熱板加熱製水分增發完全 放入烘消烘乾後,即得殼聚糖 再鹽酸將其溶解後,以UV光阻力測其吸光度 我們分別配製成不同濃度氫氧化鈉 不同體積氧化鈉及不同甲殼素質量製成殼聚糖 2.配置殼聚糖全不易 我們加上素所製成的殼聚糖 加入酒精分別配製成殼聚糖全不易 以UV光浮測其吸光度 3.配置奈米 我們配置成不同濃度的硝酸銀,不同濃度檸檬酸鈉 不同濃度氫氧化鈉,及不同濃度氫化鈉 及不同濃度氫化鈉 比較其奈米與可聚糖全不易的吸附能力 接下來是我們的結果與討論 在我們多次的實驗之後 我們發現要自備出良好的可聚糖 氫氧化鈉的濃度關係密不可分 我們發現是已在40%氫氧化鈉下會有最佳的效果 但實在同一個濃度下 量多的氫氧化鈉卻不一定有較好很多的吸附效果 我們發現是已在200毫升下有最佳的效果 在有良好的可聚糖後 將其與酒精配置成可聚糖全不易 在我們多次的實驗之後 我們發現是已在5%下會有最佳的糖件 再來我們要配置出最佳的耐品 硝酸銀的濃度不可以有夠高 0.2M以上的硝酸銀就會產生沉澱 於是我們比較0.02M與0.002M的硝酸銀所自備的耐品 我們發現是已在0.02M的硝酸銀所配置的耐品波分為最高 而檸檬酸納的濃度則是已在0.01M會有最佳的效果 最後我們將耐品與可聚糖全不易 複合在濾嘴上進行測試 可聚糖與耐品複合的濾嘴 在吸附膠油方面明顯的高於 活性碳濾嘴甚至比一般的像濾嘴 吸附能力高出許多 而其在成本方面 甲殼素來自蝦蟹殼 其成本本來就非常低 而少量的硝酸銀就可以配置出大量的耐品 其成本其實也算蠻低的 綜合以上的優點我們認為 未來我是去除菸膠油的驅知 以上是我的實驗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